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宣宗精有三年 即是公元1215年农曆五月初 蒙古兵攻入金国的中都城 也即是今天的北京市 而且仿效金国制度设立行省 任命官吏、治理中都城和邻近的周园 作为吞并金国的根据地 于是开始了蒙古帝国历史上新的阶段 在蒙古兵攻占中都城以前 蒙古对付金国的策略 仍然未改变游牧民族的习惯 蒙古兵攻入金国境内 在河北、山东和河东 即是今天的山西一带 到处劳略 然后撤退回去幕北 这样的做法 毫无疑问大大地削弱了金国的实力 令到金国的统治者受到沉重的打击 但是并没有摧毁金国的政权 金国的地方官员和军队 在蒙古兵退走之后迅速恢复统治 而真正受苦的 只是被劫略一空 凄离止散的老百姓 蒙古兵攻占中都城之后 城吉思汗改变策略 以强大的兵力吞并金国的领土 招航当地的官民代替劫略 另一方面 金宣中迁都去了汴京之后 黄河以北的府、州、縣、官吏、首军和老百姓 对金国中央政府的信心开始崩溃 一部分地方官和驻守河北、山东、河东等地的女真官兵 也就是所谓猛安、谋黑 开始向河南方面逃宾 潜伏在民间的抗金势力 和一些土匪、杜策、毛乃少年等等乘机大肆活动 于是黄河以北到处发生骚乱 有一些地方讨好 也乘机以保卫乡里为名 招兵买马 总之黄河以北一带的局势已经十分混乱 蒙古兵攻陷中都城之后 情况更加恶劣 逃避战乱的官吏、士兵、老百姓 横行抢掠的土匪、毛乃 割据一方的土豪 加上入侵的蒙古兵 令到黄河以北秩序大乱 经历一场浩劫 退守河南汴京的金国中央政府 名义上仍然是统治河北的府、州、縣 但是无办法行使治权 于是金国执政者 决定以崇高的官含、着位 来到笼络一些地方土豪 准去他们自治官吏 向当地百姓征收赴税 发施号令 勉励他们替金国保警安民 以图恢复 当时有九个地方土豪被封为公爵 他们是仓州经略士王福 河间招抚士仪立仲家劳 真定经略士武仙 中都东路经略士张府 中都西路经略士静安民 辽州刺史国民镇 平阳招抚士胡天作 超义军节道士张开 山东安府府士燕宁 当然这些接受金国官爵的地方土豪 未必真心效忠金国 只不过是希望借金国的官爵 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实蒙古人也都懂得招纳地方土豪 在蒙古兵攻陷中都城之后一年半 中都城的秩序已经回复稳定 替蒙古镇守中都城的黑丹大将石抹明安刚好病死 于是城吉思汗任命蒙古大将木合黎镇守中都 木合黎另一种译法是木华黎 木合黎是蒙古扎辣仪士人 年少的时候跟随父亲孔温佛华加入铁木珍的集团 后来木合黎在惊佛乃曼部灭黄寒寒等等战役里面作战勇猛 受到铁木珍上识视他为左右手 后来在惊罚辽东攻克金国北京大定府 韩服感州等等战役里面都是领军的统帅 木合黎一早已经懂得招纳地方土豪替蒙古效力 他在第一次领兵入侵金国的时候 已经招纳了中都永清远土豪史丙席 祭南土豪刘伯林 以及感州附近永得远的土豪石天应 辽西人李亭直等等 这些人都率领兄弟子侄 亲戚伦李等上千人投靠木合黎 成为木合黎手下的猛将 其中史丙直的儿子史天毅、史天宅 以及他们的堂兄弟史天祥 刘伯林和他的儿子刘亦等等 都是智勇相传的名将 木合黎奉承吉思汗之命镇守中都 他的官含是 太师、国王、都行省城祭士 统领蒙古、黑丹、汉人兵马入主中都城 承吉思汗还赏赏木合黎一面大旗 上面有 木合黎见此旗以出号令 如浸亲临也 又赏赏木合黎一个金印 上面有 子孙全国 世世不绝 几个字 可见木合黎的权势是多么显赫 木合黎的任务是吞并中原 消灭金国 他手下的汉人大将 当然就追随他入主中都了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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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因為要征罰西方的回回國 所以派我木合黎來鎮守中都 起程前 黑韓曾吩咐我 此行的目的是要降伏中原滅亡金國 我木合黎一定不能令黑韓失望 各位生長在中原 熟悉中原的情況一定有一些良謀描冊 末障史天毅 啟稟大王 我們中原人有一句說話 得人心者得天下 大王不妨考慮一下 得人心者得天下 這句說話我以前似乎都聽過 但是史將軍 怎麼才可以得人心呢 大王 中原的百姓大多數都是農夫 他們最希望的就是安居樂業 城裡的人除了官吏之外 多數都是做買賣和工匠 他們都希望生活安定 安居樂業生活安定 沒錯 只要大王能夠令到中原的百姓安居樂業 他們一定樂意歸信我們大蒙古國 那我怎麼才可以做到呢 金國的官吏和士兵 對中原的漢人十分苛刻 所以人人都怨恨金朝 如果大王信任漢人 那漢人就會甘心為大王效勞了 嗯 史將軍 你說得非常有道理 如果要平定中原 必須招撫漢人 然後可以事半功賠 但是 河北河東和山東 還有一些漢人為金主堅守城池 抗拒我們蒙古大軍 啟稟大王 這些人 大部分都是想假借金主的官長 號令一方 很少人真是對金主忠心的 如果大王對他們加恩安撫 他們一定會棄暗投命 如果仍然有人膽敢反抗 那蒙古大軍壓警 他們除了投降之外 就別無生路 沒錯 凡是抗拒我們蒙古大軍的 乘破之人 必須屠勝懲罰 中原的金兵 知道蒙古大軍南下 一定會聞風喪膽的 好 史天毅 我任命你做右父都元帥 賜理金虎父 領兵員太行山東側南下 攻克河北的中山、珍定、慈州、盈州、大明等成一 末將遵命 劉伯林和劉翼兩位將軍 在 兩位由西京大同府領兵南下 漂掠太原府和河東的成一 掩護進攻河北的大軍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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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翼兩位 勉翼大運 2位 大坪 勉翼大運 4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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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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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裏面的首帖 聽著 立即開城投降 如果三日之內不投降 蒙古兵入城 就玉石俱焚 啟稟張將軍 有一支撻子兵 又帶同前往河北 途經這道紫荊關 請張將軍定奪 我將由得到苗元稅的提法 是我鎮守紫荊後 今天雖然中都城已經失效 苗元稅亦都被賦稅假如所殺 但我仍然要遵從苗元稅的位置 繼續抵抗撻子 雅子兵既然過境 我要搬逃捷擊 人類 人類 下令在狼牙嶺下報陣迎戰 準備 喜品大王 我軍在紫荊關附近 俘虜了一名金將 哦 這是什麼人 他自稱是金國的中都流秀 兼大興苦運 他叫張遊 張遊 哈哈哈哈 一個藏力在山裡的中都流秀 喜品大王 末將認為這個張遊雖然失守備及 但是我聽聞他知勇相傳 的確是一元大將 真真 哈哈 那我就要見一下他了 進來 走 帶張元稅進來 准命 張元稅 你受苦了 我張遊既然被你們俘虜 你要殺就殺 咦 何邊呢 張元稅 上座的是大蒙古的太師國王 穆俠黎殿下 他對元稅你十分賞識 張元稅 如果你歸順我過 我向黑韓補咒 賞賜你高官厚錄 你和你的報送 何必藏力在深山裡 為金主賣命啊 我張遊是大金的朝廷命官 而且我不可以辜負 妙道潤元稅當日對我的期望 哈哈哈哈 張遊 你太蠢了 呂真人欺負我們漢人 已經一百年有多了 我們漢人威懼他們的威勢 不敢反抗 如今呂真人已經衰落 金主放棄中都 退守河南 看來金國滅亡已經指日可待 張遊 金主賞賜你一個虛名 你就替他賣命 太過不值得了 所謂良琴窄目而妻 今天蒙古國勢昌盛 大軍勢如破竹 我們與其為金主苟言殘喘 那倒不如替蒙古黑韓效力 建立一番工業 哈哈哈哈 張遊 我也不強迫你 我放你走 你回去考慮清楚 然後再歸順我國都未遲 那倒不如替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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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稟古 看稟大王 張遊率領他的報索 來到歸順我國 我? 張遊終於肯歸順了 哈哈哈哈 好 請張遊進來 是 請張元帥 有請張元帥 張遊叩見木俠泥大王 叩見魏夫元帥 好 張元帥 你率眾歸父 黑韓知道之後一定十分高興 你以後好好立功 你以後好好立功 黑韓是不會虧待你的 謝黑韓 謝大王 啟稟大王 今國的恆山宮武仙 盤據真定城 我們可以請張元帥領兵攻克真定 嗯 張元帥 你的意思如何 我張遊一定不負大王所望 好 同時 ями 霣 父母 文帥 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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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元帥 你在幾個月之內 掃平真定周圍的成音 逼武仙投降 真是好 真是好 末章不敢居功 今次只可以降伏真定 全賴黑寒的洪福和大王的威望 啟稟大王 如今真定城已經落入我們手中 我們蒙古大軍南進之路已經暢通無阻 請大王立刻派人鎮守真定 以免有失 好 史天毅 我任命你做河北西路都元帥 鎮守真定 武仙留任副元帥 指揮真定兵馬 末章遵明 張元帥認救真守紅翼安保等州 遵明 大家同心合力 平定中原消滅金國 啟稟大王 如今河北地方已經大致平定 但是仍然有一些將士到處努力 令到中原百姓受苦 末章認為 這樣並非皇者調民罰罪 為百姓除暴的所為 求大王立刻下令制止 好 從今之後 將士膽敢到處努力 損害百姓的 軍法從事 木合黎是一群韓赴蒙古的漢人將領 例如史天毅 張悠 劉伯林 董進 嚴實等人的協助之下 在五六年之內逐步控制河北 河東 和山東的大部分虎州縣 替蒙古人奠定了統治中原的基礎 尤其是在南宋嘉定十三年 也即是公元一二二零年八月 張悠攻打真定城 逼鎮守真定的金國大將武先投降之後 蒙古控制河北的形勢就更加穩固 真定城 即是今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近郊的正定縣城 一直以來都是河北的交通要塞和重要戰略據點 木合黎信任漢人行將 而且他尊重漢人的習俗和文化 對餘生和有學識的漢人黑丹人禮遇 曾經向成吉思汗舉戰過不少人才 因此木合黎得到漢人將領和讀書人的支持 但很可惜 木合黎在奉命鎮守中原之後 有五年半 也即是公元一二二三年三月病死 死的時候只有五十四歲 當時成吉思汗正在遠征西域 他任命木合黎的長子 勃老繼承木合黎的職責 因此木合黎的後人和漢人關係密切 在蒙古貴族之中受漢文化的感染最深 木合黎死了之後一年 鎮守真定的金國行將武仙發動兵變 殺死了元帥史天毅 但沒多久被史天毅的弟弟史天澤領兵擊敗 武仙兵敗逃走 蒙古重新控制真定城 張柔是河北溢州定興縣人 世代武農 蒙古入侵河北 張柔招集一群豪傑之士保衛家鄉 後來得到金國中都經略士苗道潤賞識 改編他成為金國軍官 金國遷都之後苗道潤被富士賈羽所殺 張柔集合一部分苗道潤的部屬 退入太行山 以金國中都流秀等名義 繼續抵抗蒙古 他投降蒙古之後成為著名的將領 張柔的兒子張宏帆 就是後來徵伐南宋追趕宋帝炳 山琴文天祥的大將 中華五千年之夜目合來南征 是由李在堂 林有榮 劉超文 澤耀暉 陳炳球 溫泉 曾永強 和曾月娥各位聯合播演